中立地区的竞技场内 我准备带领一众努力逆袭 主持人激情洋溢地介绍着 本次进行的是狩猎游戏 狩猎方是全副武装的猎人诗人 而被狩猎方是手无寸铁的猎物武人 商谱还惊讶地看到 猎人方似乎还有个仇人 很难 游戏内容是 猎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猎物 通过拳头上的感应器计分 谁的分数最高将成为比赛选念 而猎物也能进行反击 猎物们只要撑过100秒就能获胜 守住地倒下将会停止计时 同时猎物还能进入安全圈内躲避攻击 但时间不能超过10秒 无法同时容纳两人 且只能进入一次 否则将会被电麻 没错 这严重缺乏平衡的游戏 正是经济场管理层的特意为之 就是要确保奴隶无法逆袭 这和现实世界相同 越底层的人享受的资源越贫乏 这项机制主要是为了防止不满者逆袭 然后向外部世界泄密 难以想象 维持这套庞大系统运转的幕后 究竟是何方神圣 一轮游戏结束 能突破100秒的奴隶 显然没有 商谱恐惧地看到 游戏如此缺乏平衡 不仅猎人人数倍于猎物 而且即使有安全圈 有的猎物甚至进都进不去 他们也即将入场 目前最热门的猎人是江牙 赔1.5倍 而马哥的赔率竟然有50倍 我感觉钱太好赚了 在队友的一片沮丧中 商谱与尾宣布战术 好的 第二轮游戏即将开始 本轮是迪帕奈奴隶七人组 对阵猎人是四人 结果究竟如何 没错 迪帕奈七人早已团结一心 要试四守卫特拉华特 因为他的赔率是300倍 莫已经投入1000币 赢下比赛就能获得30万币 一举全员成为市民 可具体要怎么做呢 转眼间 只见马高三下五除二 轻松解决了两名猎人 没错 这就是伪的答案 马高实力之强 一下又解决了热门猎人江牙 瞬间 马高一人镇住了所有猎人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就将轻松通关 没错 尽管机制设计的再完美 也总有意外发生 这时 一名猎人忽然脱下厚重的盔甲 露出了一身壮硕的肌肉 两招之下 他竟然还能对马高发起反击 仰面惊讶 这绝不是普通玩家 为防止结果不可控 管理层还专门聘请了打手 打手拖住了马高 并叫其他猎人赶紧发起攻击 最后对方也不着急动手 他知道马高比自己强 所以要用秩序 说吧 冤台被打入圈内 马高两人立即遭到电击 因为圈内只能容纳一人 否则将会被惩罚 失去马高保护的奴隶们 陷入全面劣势 时间还剩70秒 流星曾练过空手道 可以夹不住敌人的左右夹击 怕升卡正与敌人搏斗 眼看后方有偷袭 他立马甩出一脚 踢了个空不说 还被眼前的敌人撞掉大牙 未选择的是保护头部 被动挨打 流星终不敌多人围攻 败下阵来 滋尸的上普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力 这辈子 我有没有为自己拼过命 但打手知道 这个画面他已经看过无数次了 猎手也看出 猎物保护的人是特拉华特 时间还剩60秒左右 他们已经不堪重负 打手不准备继续对马高动手 因为接下来他将被管理层选中 就当上层人的保镖 没想到猎物首一指 一名猎人竟然被唯有制倒下 没错 这是唯宇上普战前商讨的战术 不能坐以待毙 不如杀掉一名猎人 搓一搓猎人们的锐气 让他们见识到 我们是认真的 毕竟我们没有退路 但他们有 没必要为这时拼命 而猎人们 确实被镇住了 拿手略带嘲讽的心想 与以往那些各自求生的人不同 他们选择了团结互助啊 而且找到了赔率最高 也是实力最弱的猎人 确实有一手啊 不过无所谓 我会出手 可当他正要起身 却被马高斯斯拽住 时间还剩45秒 猎物们眼看取得了效果 此时 很难前来搭话 上谷先生 你们在这认真个什么劲啊 在确认对方是上谷后 很难刨出安全圈 如果被套中两刃一上 就会被电麻 趁着猎物分散 猎人们又开始重拳出击 打手判断 已经结束了 这时 特拉华特发狠 忽然咬掉猎人的半边鼻子 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呢 可随即 他又被猎人暴走 花精在观众席大喊 不要放弃 胜利金在眼前 没错 是因为他也中注了特拉华特 比赛接近尾声 最快的一人只差八秒 张普开始对恒难说教 缺点 每个人都有 因为 大家都是弱者 恒难不服气 老子可是恒难 强者 弱肉强十四 此时 这可是首次啊 正中的夜晚 张普与伪聊天 他总觉得像做梦一样 太不真实了 还有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伪告着了张普赌局内容和相关设定 张普认为 22天就要成为皇帝 简直难入登天 况且还有那么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拦 但确实 今天获得一万币的事 又真实的发生了 想想自己又做了什么呢 不过是有办法搞到酸梅而已 但我明白 这可是一件相当了不得的事啊 那边 失败得很难一肚子邪火 再这样下去 他就要沦为奴隶了 眼前正巧碰见一个奴隶在吃苹果 正好拿他出气 第二天 我一伙人前去出身 但老板居然要加500 原来 之前的中间商吃去了300的差价 可就算是500也无所谓 怕生卡八级的拿出一万币 而且其他奴隶也有 这是什么情况 接着 冤太 怕生卡 马高 完成赎生 但其他通关的人就不行了 他们要和今天通关的人一起组队 继续游戏 就算他们有钱 老板也拒绝对付 轻急之下 马高选择再次入队 但老板拒绝 谁要做赔本买卖 意外 很难一伙人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被吃苹果的奴隶反杀 花尽给门仓分赌赢的钱 门仓透露 据亚面情报 下一场阿祖拉的拉罗 将会与班默默碰面 阿祖拉人员调查发现 低怕市民横南 向同伴发起PK后战死 一名同伴逃走 可这次他真没这么做啊 当时那名奴隶 从身后拿着横南的剑挥向了队友 队友随即被电码 震惊之余 那名队友再次被奴隶操纵 砍向了横南 再度回到经济场 流星气愤 不是说好一次就行了吗 特拉华特建议 只要故意输掉这场 再用500币输身不就行了吗 流星反对 能全身而退的输掉吗 而且输掉也不一定能输身呢 所以 还要再挨一次打吗 大家 谈虎色变 那一面 拉罗进入经济场 挨着莫坐下 门仓惊讶的看到 才三天 两人就相遇了 拉罗抱怨了游戏机制的困难 不过只要两人合作 就能很快升到高级职业 高级 莫听后一阵 12号主持人南方知道 拉罗上岛第一天 就试干了大批市民 并成为了市民 现在 拉罗已转职为普通职业 他已经察觉到莫的论神 要是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没想到你现在才升到市民 可实际上 莫还是奴隶 他要等到第二关过了 再成为市民 丈夫感慨 他向来是知难而退 并抱怨做不到的 这不合理 这不是我的错 等借口逃避 但这次 他想要迎难而上 前几日一直活跃的 经济场专业打手 今日被罗伯特K 孙甘扭撒 而他正是拉罗的得力帮手 目前他与加罗 都是30倍赔率 没错 现场也有加罗 他首次安全权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不需要安全 在加罗与庄大的纠缠中 前面赞客 现30号主持人三欢音女士 将其带上岛 他们是在香港街头的旧乡池 包餐一顿后 加罗只想睡觉 鹰婆婆感觉她比以前更强了 但不知道在困教方面 有没有变强 加罗温讯下车 望风而逃 回到竞技场 莫与加罗不出意外的又赌了起来 谁的帮手能率先度过100秒 莫开口就要赌20万币 把拉罗吓了一跳 拉罗听说竞技场 昨天还有两三百倍的猎物赌局 看来已经被莫玩没了 而且每注上线不超过3000币 还好今天碰见了莫 可拉罗只有10万币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莫答应赌局 换情收下赌注后 比赛开始 在加罗与罗伯特K的联手下 猎手已经被收拾得七七八八 经济场经理懵了 这两天是怎么了 猎人猎物间的缠斗还未结束 但加罗已经等不及了 还一个偷袭 加罗伯特垂翻在地 可罗伯特也不是泛泛之辈 只见他双手称地 竟然用脚回手套 可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罗伯特刚用双手称地 导致即时停止 现在他比加罗慢两秒 正在加罗得意之际 又想起鹰婆婆对自己的嘱咐 螳螂不禅黄雀在后 今天的猎人 或许明天就会成为别人的猎物 可加罗不信这一套 他相来是兵来将党的狠角色 不管对手是谁 他都是杀人的一方 打到精彩之旗 让拉罗都看得不仅起身站立 两星晦翠 人才闪耀 这场景真是格外美丽 没错 罗伯特Key是拉罗的最强王牌 可目前双方差距已达五秒 再这样下去 拉罗就要输了 于是他提议 不如再度大点 主角的帮手要被驱逐出岛 如何 我并没有马上答应 看着场上的打斗 他陷入了片刻犹豫 毕竟 这是莫在岛上的最强武力 然后答应 场上 加罗七封对手 他的每支猛攻 都被敌人巧妙化解 而且还无法甩开 终于 罗伯特用灵巧的身法 击中了加罗的头部 而且还炸气了 这很游戏 然后 趁着加罗还没起身 又是一脚 加罗被踹废 可他趁着炸气的烟雾 对Key发起了反击 赛前 加罗就没想过 今天要和平结束 敌人必须死 英雄所见略同 拉罗也确实想把握住这次机会 因为他们近期的动作太大 恐怕会引起运营方的注意 所以这次 恐怕就是最后的大转机会 而且 必须清退 失望者的打手 可在场上 还是加罗更胜一筹 罗伯特Key被打得倒地不起 赛方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两个猎物打了起来 但是 加罗通关 莫适时的加以嘲讽 在赌博上 你真的好弱啊 在赌浪赌具上 罗伯特Key被驱逐出岛 莫获得了拉罗的十万笔 另外在猎物的赌具上 马高还获得了加罗的上限奖金 九万笔 但还没完 赛前 莫要求其他人都赌上九千笔 买下各猎手的冷门组合 而加罗会负责解决其他猎手 没错 加罗与罗伯特Key的决斗 只是障眼法 莫真正的重注 在几个冷门猎手身上啊 如此一来 他在三天之内 就赚到了超一百万笔 门仓感叹 是试狂者领先了呀 难方看到 罗伯特并没有死 只是刚才暂时无法起身 还有 拉罗确实太贪了 此时有人前去对付奖票 没想到 竟然是拉罗 而且他在最冷门的五百倍赔率上 下注了三千笔 奖金一百五十万笔 而试狂者买的是组合票 五百倍赔率只下注了一千五百笔 也就是说 拉罗的目的 是为了只让赔率最高的三颗十号猎人胜出 如果他想赢过试狂者 也只能这么做了 但他贪过了头 还要加注让加罗被驱逐 才导致了罗伯特被意外驱逐 目前他的等级和B数都遥遥领先 但却失去了最强帮手 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试狂者说过 拉罗在赌博方面很弱 但他怎么觉得 才刚开始呢 好的 拉罗与莫第一次较风中 拉罗全面领先 但失去了一位得力帮手 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保证非常精彩 让我们用一键三连拭目以待